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中藏有大志的人往往是一个很自律的人 也是很努力的人 自律的人 努力的人 对梦想对未来充满热情的人是可敬的 长地人说呢 人生苦短 应及时行乐 今朝有酒 今朝醉 人不风流 往上年 直到遇到周深 小编恍然顿悟 每个不自律的行为都会给我们带来极大的痛苦 不要做欲望的奴隶 自律和努力才可以令我们活得更高级 周深就是如此 的确 宝藏歌手实力唱将周深已经很优秀了 但他依然很自律 很努力 周深用自己行动证明自己 且绝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 小编曾刷到过周深的许多花絮 花絮中他坦言自己会珍惜每一个舞台 每一个抛头露面展示音乐的机会 他也感激每一个给他机会和舞台的老师 也很感谢每一位粉丝 俗话说 路遥之玛丽日久见人心 能与周深相识这么久 小编的体会就是周深专心搞事业 痴迷于音乐 人品有这么好 他不红谁红 小编刷了周深的新舞台新歌 他亲情献唱真相片尾主题曲只为真相 他参加美好奇妙夜演唱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他演唱《八角亭迷雾》 连续剧主题曲《最好的礼物》 而且小编注意到大型纪录片《紫禁城》主题歌音乐专辑 公布的歌手阵容里周深赫然在列 周深为电影《不速来客》演唱主题曲《美好的世界》 他受邀参加央视探索类综艺国家宝藏展演技 演唱《威风营》 他参与录制《职场观察类综艺》令人心动的《Over3》第三季 他参加央视《一起向未来》 北京2022年冬奥会倒计时100天主题活动 合唱《冰雪冬奥》看得出来呢 宝藏歌手实力唱将周深已经成了央视的宠儿 此外周深还献唱了《问天路》插曲《彼岸花》 相继加盟2021共创之夜 加盟双十一狂欢夜 好家伙周深简直就是旋转的陀螺 根本停不下来 他不仅受到央视宠爱 也受到众多网友和粉丝的宠爱 更是受到各大资源方的宠爱 是啊 不愧是宝藏歌手实力唱将 专心搞事业的周深真的好强 就像周深唱的那首歌《生活总该迎着光亮》 的确 舞台上的周深真的有在发光 然而很多时候我们只看到了别人优秀的样子 却往往忽略了他们为此付出了近乎自虐般的努力 生活不是等待暴风雨过去 而是要在学会在雨中跳舞 有一位粉丝感慨颇多 周深真的是我人生的榜样 他努力的样子让人好有代入感 我借着周深的光看到了一个全新更好的世界 这位粉丝深情表白周深 我借着你的光 也借着喜欢你 让自己成为了更好的人 这位粉丝依然娓娓道来 聊起了自己的委屈 还记得我刚参加工作那会儿 我在一家知名的大公司找到了工作 然而工作却并不如意 同时故意刁难我 还让我帮他处理很多工作上的事情 有时明明是他自己的事物 却怪在我的头上 好心帮忙却反被骂 那时我很郁闷 很痛苦 当我一听到周深的歌声 一想到为事业这么拼 这么努力的周深 我就又抹掉眼泪 振作起来继续努力 是啊 宝藏歌手实力唱将 专心搞事业的周深真的好强 小编看得出来也感受到了 周深真的是超级优秀的一个人呢 他在不断地给我们不一样的惊喜 脱破自我 勇于挑战 他的闪光点 他的努力 让人感动的同时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种激励 你觉得呢 最难忘人我可以M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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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什么西咸小费 这是什么西咸小费 那只要将你为什么不一样的 你不知道还是一样的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